中華隊 加油 全球隊 加油 亞運國手現身桃園機場 在出征杭州之前信心喊話 選手陸續前往杭州 迎戰23號登場的盛大賽事 台灣蝶王王冠宏坦言 其實前幾天身體才出問題 前幾天有發燒 然後有一些拉肚子想吐的現象 但因為這幾天調整 我覺得有身體慢恢復了 然後自己的目標就是 希望可以拿獎牌這樣子 網球雙打姐妹花 詹詠然和詹皓晴 推著行李一同現身機場 衍生力充滿自信 就再一次皮上中華隊的戰袍 然後其實我跟姐姐 應該都還滿期待 這一次的杭州亞運 然後就是希望 可以盡我們的能力 然後達出最好的成績 另外拳擊女王陳念琴 更是難掩抗奮心情 不僅誓言要奪金 也強調拳擊女團四人 都要奪金 現在處於一個很亢奮 但是又要壓住 因為畢竟賽事還沒出來 然後我們應該是21號抽籤 所以我覺得這一趟亞運 就是把自己調整好 因為該參加的大賽都有參加過了 那現在就是把自己準備好 然後好好去享受這個亞運的舞台 選手代表國家出國比賽 台灣也有粉絲特地到機場送機 親自替自己喜歡的偶像加油打氣 就有空的時候就看到很多球迷 就都台灣人反正都支持 所以都幫自己台灣的選手加油 杭州亞運開幕倒數 希望選手都能夠順利為國爭金奪贏 三選蔡宇宙教育桃園報導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